早 最近我的碳水摄入比之前更多一点 但是体重和体脂反而有点下降 那是不是高碳水对于小基础简直有新大路了呢? 早上起来先做一个可可咖啡吐司用的是水合法 提前把高粉250克 可可咖啡粉10克 糖35克 全蛋液25克 水135克混合 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大概6小时 昨天晚上吃的有点多 所以今天的早餐就半个苹果加一杯咖啡 吴迪手柄在这一刻奉剪了他对我的所有的爱 看着拉话的架势专业但成品感人 就略过吧 同时完成20分钟的阅读时间 读的依然是二二古难合一完 现在大概读了二分之一 我觉得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 炒一个黄瓜鸡蛋 再炒一个鸡腿肉炒焦瓜 那样子先来炒蔬菜部分 这样就可以少洗口锅 黄瓜鸡蛋简单的放盐就很好吃了 这个焦瓜被我切了一点细 但是不放过任何一点粮食 我扒呀扒呀扒 吃饭了 剪视频的时候我才发现有一颗饭一直沾在我的嘴边 我想想都太搞笑了好吗 但是真的很好吃 半根蛋白棒出门健身 今天练臀先来激活臀部 我觉得这个动作能很好的激活臀中肌和上臀的部分 臀桥10公斤3组15公斤3组每组20个 单腿深蹲10公斤4组每组20个 变腿最酸爽的动作来了 硬拉上的重量25磅6组每组12个 哈克深蹲90公斤4组每组20个 上生命之水腿圆肌30分钟高密 一样的腿大家一定要急的拉伸呀 这样的话腿就不会脆 最后我还加了一堆平板支撑 三分多钟 其实是有进度 没错晚上吃的是一个 牢骚水果酸奶碗100克酸奶 一勺奇亚子一勺黑芝麻 还有一勺牢骚就是灵魂酱料呀 再加点自己喜欢的水果 蓝莓五花果干 可可碎椰子碎 然后最后撒上装饰玫瑰花 还有一盘菜叶子 我发现牢骚加啥都好吃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 晚上接着把吐司给做完 把早上的面团切块封入厨师机 再加上黄油18克 盐2克酱53克 打出手套膜发酵 烤面包的间隙看了一部电影叫朝圣之路 接下来是一个新手烤面包的品鉴时刻 看一下成品 其实有很多问题 但是整体我还是满意的 毕竟这拉丝的感觉 还有口感我觉得还是很OK的 不一定用毛巾 也把它放出 我们今天要谈こ 塑色